来到槟城的第一站 首相那集先是到访 位于施布朗在野的一家酒店 和一众槟州国阵领袖见面 接着首相来到公正党的堡垒 这也是那集在2009年出任首相后 第一次到访巴东普 首相当然不忘抓紧机会 提醒巴东普选民是时候做出改变 他说巴东普过去17年来 在公正党的领导下 停滞不前不见任何改变 首相批评巴东普国会议员 万安之沙不曾到巴东普选区走动 同时也呼吁选民要投选 可以为民服务的候选人 而不是雪凌卫象征性的代表人物 我们在政治中的 根本不是因为我们想成为信仰 我们不想成为信仰 我们想什么 我们想为民主要能够赞争 对吗 对 因为民主要能够赞争 我们的情况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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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比较好 比较好 今天比较好 今天比较好 比较好 违背自己18年前的决策 值得一提的是 公亲团一批人 今天上午原本打算 在威省公益学院前面 以快选集会的方式迎接那级 没想到警方却转现高效率 先后逮捕18人 包括宾州公亲团长阿斯鲁 公亲团组织秘书王泽青等人 这18人在被扣留大约6个小时后获释 阿斯鲁指出 公亲团原定在今早9点举行快选活动 移交释放安华的备忘录给首相 但行动还没开始就已经被捕 NTV7综合报道